接下來一點 剛剛以路講那些問題 我都很感同身受 因為妳臉沒有大 不... 其實我的臉型看起來是兇的 因為我這兩邊的骨頭很高 對 我的顴骨比較凸之外 我的兩頰凹的其實是很厲害的 有凹 對 妳看我現在 我這個還都是已經有補過的 就打亮一點點 但還是凹的 所以常常會搞到說化妝師 他們希望說你這個臉這樣 妳反而跟我們相反 我們這邊要打Shadow 妳要打亮 對 很慘 而且我跟以路一樣 因為以路她是生完小孩子之後的 那個荷爾蒙性掉髮 我是做完試管之後 我也是掉髮掉得很嚴重 對啊 像女生生完小孩子之後的 荷爾蒙性掉髮我也有 可是頭髮真的很難長回來 然後我跟妳一樣 就這邊通通都是那種 小毛一大堆的 更慘的是 我本來這邊額頭的頭髮 就已經很少了 然後我前一段時間拍戲 然後也是拍照化妝師 她就直接要買那種 特殊的髮粉餅 就直接幫我塗在頭皮上面 然後我們又不能夠避免說 她要噴膠 或是說有時候要刮頭髮幹嘛的 回家我都要很小心翼翼的 這樣輕輕搓輕搓 光是洗頭髮 大概每一次如果有上戲的話 大概要洗四遍 就是輕輕的 然後都不敢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 因為我晚上睡覺 壓力大的時候我就會咬牙 然後咬牙咬到 就塞幫子這邊 就咬合肌也會變得非常的大 所以我其實可能原本臉型 如果說都沒有這些肌肉的困擾的話 可能看起來是可以有一點修長的 但是我現在不是 現在就變得有點像 也不知道是本來版 還是新型的那種頭髮 這角度很多的 變多了 正面 側面 對 所以妳的方法是 我的方法就是 頭髮中分 頭髮中分 我想要頭髮中分 因為 更長一條 像告示公路一樣 真的 就是突然間好長 可是因為我想要把我自己的臉型 給拉長 因為我的臉其實看起來是相對 跟你比起來是相對比較方一點的 然後我也是兩邊 太陽穴這裡 也是頭髮掉得比較厲害 所以我想說 中分的話 我是不是這樣子蓋一下 就會稍微好一點 而且還會把我這個凹的地方 給蓋起來 然後還有這個下巴的地方 通通弄起來 對 這樣 但是 好像有道理 好像可以 但是問題是到我晚上之後 妳就會變像女鬼 對 然後或者是說 妳的貼 沒有錯 晚上就更貼這樣 對 看起來又很貼 然後下雨天更慘 就整個就變成這樣一條一條 或頭髮沒有洗的時候 這樣子整個黏黏很髒 然後另外就是還有一個方法 那我就想說 那我就修飾自己的臉型好了 我就把所有凸出來的地方 全部通通都修塞 把身 對 然後就變成老腮虎 好 接著現在依林也是這個問題 到底要旁分 她說她自己喜歡中分 這樣看起來臉比較不會 那個氣氣 膠膠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 衣林中分其實是OK的 是適合她的臉型 但是主要就是 因為這邊的膨度 跟這邊的厚度沒有 所以她就會貼下來 反而會覺得沒有修飾到臉型 其實是這個原因 但是因為衣林有美人肩 這邊有一個 好堅喔 對 有美人肩 其實有美人肩的人 就是水噴噴 對 但是非常漂亮的意思 再來我覺得是適合 有點中側分 像有美人肩的人 其實滿建議他們可以去 在美人肩的中間的 左邊或右邊 稍微分一點中側分 為什麼呢 因為當有美人肩的人 通常都會多了一小塊髮瘤 對 如果這一塊的時候 我們剛好可以運用它 去創造一個小的膨度 在髮根上 所以當我們如果分過來的時候 大家會看到有沒有 上面突然就增加一個膨度 對 但其實是因為 我們髮瘤逆著分過來 所以它就會視覺上就會造成 有一個小小的膨度 這個是最快 可以直接讓頭頂跟髮根 增膨的感覺 其實效果 再來我們在做 頭髮的厚度跟高度 其實之前都跟大家講說 我們可以用板匣去做 那個髮根的膨度 是稍微在髮根摺一個彎 那這個是適用於哪一種人 頭髮如果本身很細的人 頭髮比較細的人 我建議大家可以用電棒 原因是 當頭髮很細的時候 它的沒有支撐的那個彎度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裡面 如果做一個自然的C彎 頭髮很細的人 他的頭髮很輕 所以他會撐得起來 對 但是量比較少 它量也比較細 所以他就會往上撐 然後我們現在就直接來做一下 通常我們把分線分好之後 我們在分線的內側 我們就可以直接 用板匣來操作 這時候做 之前跟大家講過 我們在髮根的地方 摺一個彎 它就是會膨起來 但是如果這個是撐髮根 是撐高度 髮根的膨度 如果我們要增加量 增加厚度的話 我們用板匣也可以操作 但我們就先做一個 髮根的膨度給大家看 一樣要抬到90度 然後板匣從髮根的地方 往上輕輕的摺一個半圓 往上提拉 然後手可以稍微撐一下下 然後放下來 這個是瞬間 會 當這邊一高起來 臉型就會往上做修飾 對 抬高氣 對 但大家覺得 如果這邊往上增加了 通常這邊面積要往內貼 因為往上撐了 所以有時候 如果你覺得你髮量不夠 或是本身這邊 脆胚吧比較多的人 這邊的量一定要往外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 再往下分一片 通常都會是在我們的 眉毛尾巴後面的這一個區域 因為通常你看像 椅林這邊是有顴骨的 通常比較凹進去的話 是顴骨的正上方 這一塊通常會凹進去 對 那是最需要做修飾的 所以我們就會平行的往上 直接先抬一片 這時候大家不用抬到95 我們就是平行就好 然後我們板匣一樣靠進來 這時候我們做前後 做一個S的扭轉這樣 從髮根先折一個幅度 對 先折一個彎 跟這樣子 再往下 再往外 然後就讓它放下來 這個其實夾在外面 它就是變有點傷管的感覺 但夾在裡面 它可以去運用正反 正反去增加膨度 然後我們就輕輕的 放一小片下來 更有一個方法 對 這麼做有髮量 但我們的厚度 是從我們臉的側邊 開始往外延伸 對 有沒有看到兩眼的效果 對 這邊就是貼的 但這邊就往外 但有時候大家會覺得說 我們吹髮跟吹很辛苦 一到外面就掉了 但這個因為它是利用正反的關係 所以它其實可以是維持一整天的 然後最後比方說 你再想要把髮根的地方 輕輕的再做一下 弄扁 往上再延伸 對 一樣再拉起來 加強 對 加強 髮根的地方往上 一定要方向往上走 然後手放一下讓它冷卻 然後輕輕的放開 對 高度就會增加 這時候 對 這時候你的臉就會覺得 這邊好像是在頭髮的裡面 收進去的感覺 所以大家在做髮根的時候 可以有這幾種的操作方式 但是如果你本身頭髮已經非常少了 你又沒有熱工具的話 市面上有賣一些這種 就是像它其實是 胸部有New Brow 它頭髮也有New Brow 它是這種小的魔鬼摘 然後它背面是有夾子的 這個小枕頭的概念 對 它是藏在裡面的 但因為這也不太傷髮織 它就等於是小的髮式 如果放在髮根的話 它是怎麼做呢 我們現在的分線的地方 稍微移一個 一公分 直接這樣一公分的 分一條直線分起來 好 然後大家夾這個 有一個小小的重點就是 要先把頭髮壓貼 讓它順了之後 你肩胃縮 不然會飛走這樣 對 然後 這邊那個尺的地方 要直接插到我們的頭髮裡面 然後再往下壓 等於它很牢的時候 我們再把頭髮蓋下來 再把它蓋下來 可是風吹起來被發現也不會害羞 對啊 它好多喔 它就立刻有風吹 其實它就是咖啡色 咖啡色跟黑色 對 但其實我覺得顏色倒還好的原因是 它都是最內側 其實這樣子就可以讓頭髮 立刻有一個upup的感覺 對 當你這時候有up的時候 你要稍微在分中分或側分 其實都OK 因為這邊的量增加起來 真的 這個超厲害 應該兩邊的效果 對 所以以上分享 兩種小臉的方式給大家 對 像是一樣的 我會看到 展示 一定會有很多 的 有像是 我會看到 你 怎麼會有 你 我會看到